重庆 在重庆南岸 有一座因山而建的历史老街 龙盟浩 一百多年前 他便为重庆的工业发展 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龙盟浩 他的历史悠久 他从冤故到近代 他有重大的价值和役力 重庆的工历 龙盟浩是一个先行 化工 日用化妆品 压售压分 那个方子 直给 他都有了长久的发展 1891年 重庆开部 龙盟浩码头成为中国最早对外开部的 内陆通商口岸 打开了重庆与世界交流的大门 同时开启了高效率 高质量的机械化生产 也孕育着重庆民族工业的起航 虽然龙盟浩老街经过了修缮 但是透过这里的一砖一瓦 似乎还能感受到当时商谷云集 人山人海的繁盛之景 历史文脉的传承 历史格局的延续 工业遗存的保留 让人们留住城市记忆 工业遗产 不仅承载着工业发展的足迹 也展现着工业文化独有的魅力 重庆在近几年的工业改造升级中 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 对于老旧厂区 不是一拆了之简单 而是充分利用最可贵 在这里 有一个名字不得不提 那就是重庆钢铁厂 这座沿长江一线分布的十里钢城 曾经烟冲林立 钢花闪耀 作为重庆钢铁工业曾经的承载地 重庆大渡口区 历经十年产业再造 十年城市更新 便工业绣带为文化绣带 走出了一条老工业基地调整转型 高质量发展的新路 2019年 以重钢部分工业老厂房 转型而来的重庆工业博物馆 已经成为重庆城市文博新地标 这个8000匹马力鸡 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在王素兰的心目中 重庆有着别样的意义 对于老重庆人而言 他们早已与这片土地紧紧交织在一起 当时这个环境 这一头是家人路 我从事的工作是企划人求 你当时的工作都是在哪里 都是在哪里 我曾经工作的地方 他们把它作为工业服务官把保留下来了 我还是很欣慰 回到那里都想到去当年在一起的公寓 一起的那些工作的场景 就像过电影一样就在脑海里面过 对那种还是很有感情的 时隔多年再次讲起往昔岁月 王素兰的眼里闪着光 当年重庆厂有节奏的蒸汽轰铃声响彻钢城上空 犹如战斗的号角 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重康人的生产热情 希望你年轻人到我们这里来参观过后 了解我们重康人的此刻来了的精神 搭拼自己更好的未来 新与旧 城市的人文与自然 百年沧桑与摩登时尚 在这里相互交织 相得益彰 重庆的工业遗产 见证了重庆工业化的进程 为城市重新注入新活力 变工业绣带为城市绣带 绣出的是工业遗产新模式 工业文化新液态 文化生活新空间 这些饱含时代印记的过往 在时光的剪影里 让我们延续重庆工业的记忆 共享生活绣带之美